建築書可以用 食術、油、購物都可以用 而且你只要抽到它 不只是在苗裡 你知道台灣有很多 他們網站上面有的東西都可以用 只要在課裝圈2.0的那個網站上 看到我配合的店家都是可以使用 你怎麼了 怎麼笑得這麼突然 沒有嗎 我又看到一個東西 我想到了一件事情 拜託你們這些 怎麼說 不是 沒有碰到課裝圈2.0 我還真的沒有抽到 你跟你講 我這一次就有抽到課 就要去2.0 沒想到這個民宿竟然可以用 所以你說我們住這裡 是可以用課裝圈 我沒有要分你的藝術 那你自己住 我們走了 你們可以住 你們知道課裝圈2.0有多好用嗎 因為除了像我們今天民宿可以用 你食術、油、購物都可以用 而且你只要抽到它 不只是在苗裡 你知道台灣有很多種 他們網站上面有的東西都可以用 對 只要在課裝圈2.0的那個網站上 看到我配合的店家都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我們只要看到這個標誌 就可以使用 不過你要先抽到課 OK 好 謝謝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 這麼衰的人怎麼抽得到呢 對啊 怎麼會幫你 我跟你講 我就是這麼好練 我說接下來這一家 是在地人推薦的 我們在這個斯坦老街裡面對不對 雖然是客家裝 可是其實這一家呢 它居然是賣雲南菜 很特別吧 也太突兀了吧 對 而且在地人特別推薦 一定要在客家裝吃雲南菜 我覺得一定有它厲害的地方 這一定要吃吃看了 有沒有 在客家裝裡面吃雲南菜 是真的很特別 而且我發現它是雲南結合客家 是兩種不同的 然後把它混在一起的 對 這邊的老闆娘 其實她是雲南人 所以她當作雲南菜理所當然 然後婆婆又是客家人 所以就兩個結合 這台老街真的其實是可以 留一餐的空間 其實來這邊吃飽飯再回去的 對 真的是會吃到 跟品嘗客家 真的不錯 你印象中的客家料理 是完全不一樣的 不行… 好 我跟你們講 這一個 我請客 有 她請客 請客 當然啊 居然 不買塊 我就願請你們一百塊 為什麼 只要請怎麼不請多一點 這真的是我的客裝券 對啊 現在客裝券很棒 它是數位形式發放的 是… 然後你想要用多少就可以用多少 所以一百 一百 一百 老闆幫我扣三百 謝謝 現在客裝券2.0 都是用這種數位形式發放的 收到客裝券的簡訊之後 點入簡訊的網址進來之後 就會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時候就輸入自己的 身分證後世碼 就會出現可以用的餘額囉 那如果你想要使用的話 就請店家掃你的QR Code 再輸入金額就可以扣款了 也就是說 如果你五百塊的話 你只想要用三百塊的話 你就可以用三百塊就好 想要用多少 對 用多少 扣多少 好 謝謝 謝謝 扣過來囉 三百塊 謝謝 好方便喔 變成兩百塊了 感覺很方便 這個真的 對啊 對啊 我沒有帶錢耶 剩下現金沒有多少 沒有錢 你這樣子只請我們一人一百 真的很會算耶 對啊 我很好耶 我還分你們 哪有 而且據我所知 你這根本明明就還可以抽獎 你也只請我們三百塊 對啊 這上面血可以抽獎 我幫你們去抽啊 你們抽獎 真的 這個 這個就是仙草本人耶 仙草乾 煮雞湯的那種對不對 真的 好棒喔 而且你看這裡還有好多禮盒喔 仙草凍的禮盒喔 我們剛剛吃的那些仙草凍 對 而且其實現在客裝券 其實也可以用在這邊 譬如說 我們這樣吃完了 很想要帶一些伴手禮回去 其實這都可以直接使用在這裡 就直接買禮盒了 這樣子很好用耶 又可以在這邊吃 然後又可以帶禮回去給家人 真的 多棒 我覺得重點是 林莎到底要不要請客 林莎要請客 對啊 好啦 你都抽到客裝券了 總該請客吧 好好好 我請客 我就剩兩百塊來 等一下去結帳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來到這邊 然後這家餐廳有跟客裝券配合 這個客裝券的2.0 是客委會在2021年 推出的消費加碼券 它的用意就是 希望你到全台灣各地的客裝 可以一起去遊玩使用它 所以如果有客裝券的朋友們 你們也可以在有客裝券 海報的地方 都可以拿出你的客裝券出來使用 全台真的有太多好玩的客裝 很多地方都很值得大家去玩一下 了解一下客家的文化 所以也歡迎大家拿這些客裝券去客家裝遊玩 在這個禮拜 我們帶大家看了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 我們之後還是會繼續的 帶領大家探索更多 你不知道的事情 好嗎 好嗎 好嗎